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沒有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對上緬甸的一個對決 好 那來稍微講一下義大利的一個能力 義大利的能力的話 每個時代升級 下一個時代費用為-15% 到帝王時代可以省下蠻大量的黃金跟食物 那碼頭跟大學的費用科技會省33% 那也是相對來說還不錯的一個能力 因為你到城堡時代登道學啊 鑽牆樹啊 建築的房那些都會點 那... 補藥單位的話比較特別 會減20% 這是一個八折的概念 之前我們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特殊單位 勒納亞奴賓 那這個奴賓非常非常厲害 連法蘭克遊俠也可以輕鬆爽吃 算是一個很康德奇兵國的文明 那我自己的感想 因為其實在1400分以下的玩家們 大部分都是玩馬國 那如果你這時候練個一個義大利 那你就可能 可以完全count到這些分數分段的玩家 對爬分來說我覺得算是蠻有優勢的文明 再來就是說義大利它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它有火炮 然後可以打強奴 也有拇指環 然後步兵還可以打傭兵 騎兵也可以打 也有三防三攻什麼都有 那它比較不能打的東西 好像也沒有欸 講實在的 它真的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那奇兵的話有大落馬 然後品種跑速什麼都有 所以義大利來說的話 如果你真的想要單挑上分的話 那我覺得在1500分以前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文明爽爬是沒有問題的 好 再來送一下我們的 緬甸 那緬甸的話它算是一個 僧侶跟馬國 半馬國 嚴格來說它是大象國啦 對我來說 它應該算是大象國 半馬國半大象 然後 我們要把它打工兵的一個國家 因為它的工兵非常非常爛 沒有強奴 而且三局遠防也沒有 好 它連二局遠防都沒有 它只有一局遠防 所以它的工兵是非常脆的 你即使出戰矛 想去Counter對面的工兵 有些被打的頭破血喔 那值得一提是它的步兵攻擊力 每個時代都會加一攻擊力喔 從攻擊時代開始 所以它禁勇到後期的攻擊力會很高 但是 嗯 就是可能只能打錯錯禁勇 然後配肉馬 或是打它的寶兵 好 飛鏢起兵 以前飛鏢起兵也是有一段時期是非常非常強的 那現在 沒有像以前那麼猛 但緬甸來說的話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打它的大象 因為它的大象 有那個近防跟遠防的一個加益的能力喔 那再來就是它的特殊科技銀貫 也還會再加一次近遠防喔 所以就是相夫會加兩次的近遠防 非常非常的坎 所以我覺得打大象還是好一點 大象或飛鏢起兵喔 或是單純的爆起兵也可以 那它的比較特別的能力是 法蘭牧場科技是免費的 就跟法蘭克一樣喔 農田科技是免費的 都直接送給你 所以你在前期的話 法蘭牧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你的田可能會撒得更快一點 那你出馬會出得更好 那你打起兵的話 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優勢喔 但是這個就是要自己 經濟調配控制的問題 好 然後那稍微講一下它的金罐 金罐是騎兵對攻兵有加5攻擊力喔 為什麼會有這個金罐 就是因為它本身攻兵不太能打 對用戰矛打攻兵也是烈士凱的 所以 它可能為了要強化對攻兵喔 所以就是有加了這個騎兵 對攻兵有額外傷害喔 雖然本來近就已經有額外傷害了 但是它這邊又再加5傷害喔 算是一個增強的概念 那它還是有大落馬 所以其實真的對上攻兵真的不行的話 出個大落馬 直接爆上去 然後出大象紅金 基本上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 對付攻兵我來說的話 好 那但是這場比較尷尬的是 意大利的話 它有勒納亞奴兵 所以它對騎兵的一個攻擊 會有一個額外傷害喔 所以這邊緬甸 基本上大象跟落馬這條路線是被封印住的 所以只要出熱納亞的話一定是會被射歪的 通常是這樣子 好 那來稍微看一下雙方的一個地圖喔 那這邊 意大利 黃金在後面 果樹在上方 還行喔 因為這邊是可以圍的 那果樹應該是 圍得好的話是不會被騷擾到的 正面來說也蠻好圍的喔 基本上都是這樣圍 這樣子圍小圍小圍 但這邊就比較大一點喔 這個洞 整體來說這張圖 只有後面不好為以外 其他地方來說 至少也有個60分或70分 小優 好 那來看一下緬甸 緬甸的話 果樹這邊 還行啊 算一個高地喔 但是讓敵人找到這個高地的話 就很難受 反正高地都已經稍注意了 那這個金晃也是 這個圖算是有點爛阿 金晃在前面 然後這兩邊都有高地喔 這挖金礦的人一定會處於一個 低促喔 那敵人可能就會高速打低促 很容易就會造成傷亡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射箭場 大家選擇射箭場開局 緬甸 這邊沒有意外 果然是選擇了馬舊開局喔 肉馬果然是緬甸的首選 雖然伐木有他的加成 可以讓木頭 比較布弄缺 但往往緬甸的隊長 所以選擇打肉馬居多 那也算是正常開局阿 打光兵開局的還蠻少見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這邊 要準備圍好了嗎 喔有怕了蠻多人在圍的喔 這裡兩個人在圍 這裡還有一個四個 這邊也要圍了嗎 哇 直接一個大開尾喔 好 這邊兩邊肉馬開打 但是緬甸這邊 高地打低地 好 但是 目前喔 義大利這邊是我優勢 血量小贏一點點 好 那肉馬第一隻出來了 那第三隻 喔 第二隻也出來了 那總共現在有三隻刺頭 在場上 唉唷這裡有個洞阿 Holy shit 好 直接拳擊 咦村民開扁 趕快圍一下 好圍一下 把這個動物圍好 哇 這個義大利 手術還蠻快的喔 他的隊員 還蠻扎實喔 真功夫 真功夫 這個細節都有處理到 就算遇到刺頭看著村民也是第一時間上去跟他對槽 而是沒有選擇逃跑 所以導致這邊緬甸的刺頭 有兩隻是殘血的狀態 這邊小公三隻過來 還加一隻戳戳 就要做潛壓了 我覺得這樣有點太快了 有點危險 這隻公兵 要被包了嗎 後面要一隻戳戳 然後被集火掉 戳戳居然沒在動 沒有先砍樹 我就直接先戳了 先戳一隻殘血的也爽 但是這邊有點控兵 控不過來喔 所以這邊要選擇拔苦一下 再等多一點戳戳 再多一點弓兵再出門吧 但是這邊 義大利選擇先灑田喔 確實這個不先灑田會出事 但是他這邊是配八木 八木就代表泥田 可能沒辦法灑這麼快喔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你的弓兵可能會斷 這都有可能 這邊選擇把弓兵帶回家 不進攻了 那這邊免電 那肉馬 目前是斷肉 然後現在轉出戰毛 應該是要先灑田沒錯 這邊應該是先灑田 然後先斷兵 然後看一下對手在幹嘛 不要冒然一直按戰毛兵喔 對手有出門的時候再說 這是也算比較細節的東西 就是你不能一直盲目按兵喔 那很容易就是 因為你兵按太多 木材一直花 導致田不能灑 然後導致你的肉就會 跟不上對手 然後升時代就會有問題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強到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常常也會發這種錯誤 就是一直覺得 喔別人要打過來了 但事實上人家是歸在家裡 然後就有兵子按 然後升級就輸人家 那這邊兩邊對手都也算是 蠻有經驗的喔 不會一直盲目的按兵 所以沒意外的話 緬甸這邊會有點小尷尬 因為他弄完按了蠻多隻的 總共按了四隻 然後戰毛兵有一隻粗 我粗到四隻了 相對義大利來說 他只粗了兩隻粗粗就沒粗了 然後攻兵五隻 完全就是要打一個直層的概念 這個是怎樣 這個沒圍好了 這裡有屑耶 這是屑嗎 還其實不是屑 這看起來沒屑了 OKOK 這個數檔在這裡 好 好 那義大利 四頭在對手家裡 查看情況 他目前也沒看到什麼東西 這邊居然賣掉了石頭 然後買了一個木頭 我們買了一個食物 要來上城堡時代 義大利這邊 好那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賣石頭買肉 有想法耶 看起來是要一個 極速上城 那極速上城之後打什麼呢 打工兵 打工兵可以喔 然後再補一個射箭場 有嗎 有補嗎 有喔 這裡又補了一個射箭場 裝射箭場 然後奴兵 可以 那木材可能要再補一點喔 不然這個大學下不了 沒有彈道學會射得很歪 反正他這邊石頭都賣掉了嘛 那他唯一的能選擇就是 打上城打強奴強軍士 然後石頭 待會用再用買的方式再買回來 然後再開TC 這算是一個 運用市場的一個小技巧 那許多比較親手的玩家的話 不太知道市場到底要怎麼用 那這場的釋放我覺得相當不錯 如果你真的要急速上城的話 賣掉石頭 乃屬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那反正你的黃金石頭 繼續挖馬 有黃金就可以買石頭 上城堡再把石頭買回來 開TC 算是一個小小的技巧 可能這些東西 對比較熟悉的玩家來說是廢話 但我們頻道來說 我比較喜歡 比較還是會關照一下新手部分 因為畢竟會玩的玩家們也不是那麼多 而且最近新手加入的也蠻多的 比較細節的部分 小細節還是會講一下 可能聽的比較煩的觀眾們 就請海盜都包含了 不然這樣子 每次都不講這些 大家也看不懂到底在幹嘛 OK 那這邊 11隻奴兵 蠻多的喔 這裡還有幾隻在裡面 好 剪下了輪走技術跟奴兵 原來這邊是極速提成喔 雖然他的輪走 並沒有在封建時代前就點了 而是選擇上城之後點 但我覺得還行喔 因為你上城之後再點 也是OK的 只會那種一小段經濟 不會落後太多 但是就是一定要記得點 沒記得點那個經濟就很慘 好那這邊緬甸也是選擇了上城 可是大家這邊不是極速上城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實在是有點落後 大概快要三分鐘 但是這邊奴兵已經變身好了 而且二級射也好了 但目前沒有彈到雪 這邊有200木會選擇下 這邊是選擇開TC喔 好那家裡 那裡肉麻很大量 而且這邊赤頭都在這邊繞 但這邊TC位置看的還不錯 不會被騷擾到 但是緬甸家裡插了很多箭塔 就是要來防這個奴兵喔 哇這樣打得很好欸 用 喔難怪他這邊上城上比較慢 他挖石頭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這麼多箭塔 那要順便講一下的是 如果你在封建挖石頭的話 就代表你的經濟會很慘 你就會升級會升得很慢 這是一個不便的既定事實 你挖石頭的話 這個經濟就會比較慘一點 那你又插箭塔的話 那就是真的是超級慘 人家都開了3TC了 你城堡時代還沒有進化完成 就知道這個挖石頭 對封建時代來說 經濟是多麼慘的一件事情 那這邊 確實這個石頭也是防守得非常好 那也因為插這些箭塔的關係 導致 一大陸這邊進攻沒有打到一個突破口 想騷擾也騷擾不到 好後續再補一些工兵過來 但是應該沒有太大意義了 這邊最好是趕快會合一下 因為對手已經上城堡時代 二級馬卡也下了 那這邊騎士出來的話 這邊會被吃掉 如果一直被對手掌握行蹤的話 就很危險了 這邊來抓一下 這邊來支援的工兵嗎 唉唷 這邊其實還沒看到耶 他被摸了一下之後才後知後覺 但是緬甸前線已經蓋出了一個BK 想來做一個生頭嗎 因為緬甸生旅的話 科技是打五折的喔 他只有異端學說沒有 其他科技都是有的 打生旅來說的話也算是一個優選 但打生旅的話 生頭打騎兵果比較有用 打工兵果的話 還蠻看人的啦 簡單來說是看人 因為你的生旅不一定會發出作用 只有頭車比較能對工兵 起到大的作用 那生旅的部分 對手基本上不會太出奇兵 那應該 緬甸應該只打 打騎士加頭車的一個選項 我覺得啦 應該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戰毛全部散開 變成一個情報網 視野情報網 看到哪邊有工兵的話 就可以立即感知到 然後這邊頭車出來一隻 然後後面 工兵到後方 那邊看到頭車之後 馬上補下了BK 封城一隻到手 要來跟對手進行一個 副頭的動作 這個掃彈蓋一半要不要低掉呢 沒得機會低啦 直接送了50頭 好 那這邊義大利也選擇 按下了一些生女 要來減移機 但是對手由於空在右半邊 那他這邊減移機 能選擇的地方就比較少一點 就只有這兩個移機可以減 這邊移機 似乎也沒出去 怕對手一個 直接大馬爆騎士衝過來 所以這邊移機 不去撿好像也是正確的 也不知道對手的肉馬 有沒有在移機附近 那義大利來說打得非常非常保守 我還蠻喜歡這種玩家的風格 打得很謹慎的 好 那這邊 騎士看到了在左邊 這邊 但是這邊木牆 剛剛早就已經有用房子堆疊好了 已經有到兩層防禦 這邊頭車很危險 會砸到這邊 哇 採集自願的農民喔 好 那趕快生女往回救一下 生女來救 哎呦 砸到一層有沒有 哇 聽說這個車子會很危險 好 生女三隻 然後頭車開始往回走 開始在砸了 砸起來了 好 三台頭車打建築物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這邊 緬甸沒有選擇硬打正面 反正是選擇了上面這個突破口 看這邊村民過來 來招翔一隻兩隻 這邊兩隻 哎呦 招到一隻 還行還行 哎呀 這個聰明又被砸死了一隻 喔 頭車來頭一下 哎呦 因為這邊是高地喔 是不是頭下去沒有爆啊 OK 頭爆了一台 但是這裡又死了一村 目前 義大利 13村 但是村民術目前就領先了 76村 對上56村 領先20村 因為緬甸這邊打上層打強軍士 然後經濟落後的關係 他不得已這樣做 只能打一個強軍士 逼逼看能不能逼出點東西來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一個頭車對決 然後那騎士 現在可以鑽喔 有洞喔 OK這個移動出來 騎士開始往前衝 右邊這邊 要蓋城堡 但是被抓包 右邊騎士非常大量 開始在招生女肉麻上來砍 生女肉麻 直接把生女砍爆 三隻就沒了 家裡還有五隻的騎士帶著BBQ 那前面這裡有個倒城堡 而且這個村民一直被頭車砸 哇這個是不是蓋不起來啦 完蛋家裡 直接一個大爆炸 哇 完了完了 完了 這頭車也要沒了 村民被殺的非常非常多 大概十幾村有了 那前天這個保衛要蓋起來 拉更多村民來蓋 但是對方騎士非常非常大量 能蓋起來 還有5%95 96 97 98 99 100% OK蓋起來了 那還好有蓋起來 這沒蓋起來了就要打GG了 完了這邊直接被一個大馬爆 一波 村民死傷非常慘重 村民樹被拉進到了石村 看來緬甸這個強軍是很有效果 正面有騷擾到一波之後 緬甸在家裡開出地上的TC 要來繼續做經濟暴農了 但是這邊城堡蓋好之後 義大利選擇了出勒納亞工兵 確實打緬甸出勒納亞 就是完全封鎖他的一個路線了 奇兵路線 有勒納亞的話就不好打了喔 這就只能出頭側或弩炮 來去解這個勒納亞奴兵 這個奴兵打這個騎士很痛啊 就是你把他想像成 遠程的一個疾病的概念喔 這邊僧侶又到了一隻要來招降 轟一下轟一下 轟得到一隻嗎 哎呀沒轟到很可惜 再轟一下 再轟一下可以 這可以這可以 這一定轟得到 Nice 轟到一隻血多的 好家裡正面目前應該是沒問題 這個BK也會被射掉 然後對手又要嘗試在上面做一個 突破口的一個攻擊方法 他也很對這個Shit很著迷阿 就是要往上打 好但是義大利這邊開出了第四個TC 既然被塗掉很多村民 那我就選擇造更多的村民出來防守 這就是義大利的思維 在義大利這邊轉出了大量的奴兵 特納亞奴兵 大概有十隻左右就可以秒掉一隻騎兵囉 齁齊發儀色 應該是沒問題 只要不要閃射的話 避發一個不是問題 但是要十隻左右 好再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 上下 哇在墓區已經挖完了 村民大前襲 家裡這個洞也要爆了 好這個洞很危險 哇又被找到一隻村民 哇現在很多地方都在開戰喔 下面有熱奈亞奴兵在這邊防守奇兵 一直亂 這邊兩個隻生魚要來招牆 能招到嗎 這頭車很危險 生魚 唉呀 直接 滑鬥 沒了 好 倫南亞奴兵繼續來追這兩隻騎士 追到天荒地老 終於見了 來看一下這傷塊 哇看 很快啊 六隻就可以殺了兩個隻 起兵殺了非常毒蛇的迅速 好但是正面還是有騎士喔 騎士給壓力非常非常大 這邊來了更多的騎士來做騷擾 目前義大利 停機有點慘啊 被弄得有點慘 這邊趕快蓋一個寶 但是城堡會很危險 這裡硬砍頭車沒錯 OK頭車砍掉之後就管軍蓋了 好那這邊敵軍的緬甸 來這邊招牆騎士 但是這邊控制的非常快 直接迅速招了一下 OK這邊奴兵 直接射掉一隻 這邊被招掉一隻 熱奈亞奴兵 還行 好那這邊也守戰了 哇這邊有雙線操控也守得非常好 這場打的蠻精彩的 兩邊都這樣子互相傷害 好那彈道學好了之後 這個熱奈亞奴兵 就可以給緬甸這邊壓力非常非常大 射的又準又痛 不會miss喔 好這邊 上來硬砍量 奴兵難勝掉的騎士 那還能再解掉一隻嗎 應該是可以 因為這邊額外傷害非常非常高 好而且有彈道學 再一下 唉唷 再一下而已 再一下 丟一下 NICE OK 又收掉了一隻騎士 專欄了專欄了 OK 那義大利這邊選擇把牠寶 開始往外插 開始要來守金礦跟石區 這個野外資源 還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好明天這邊肉有點多 看應該是要賣石頭上帝王時代 800多肉 呃 城堡 不是城堡 石頭1600是什麼意思啊 有沒有要蓋的意思 怪的 好那這邊 800肉 1000肉了 1000肉了 要不要點個帝王時代 賣個石頭上帝王也是蠻香的 好這邊奴兵被騎士刀爆砍子 下面有大量的熱奈 要騎 乳手 開始做輸出 哇直接點掉兩隻騎士 然後這邊選擇蓋個高地堡 可以喔可以喔 這裡高地堡蠻讚的喔 這高地堡雖然沒要守任何資源 但這邊 只要是高地喔 能守到自己家門面 就是個重點 可以限制對手的一個進攻方向 好 那下面 義大利 這邊選擇要出馬了 那剛剛我們開場提到 義大利是什麼兵種都可以打的 步兵 攻兵 騎兵 什麼步兵 什麼兵種都可以打的一個 萬全能型的文明 那就是這邊就可以展現出 帝王時代義大利的優勢了 而且他連火炮都有 火炮都有的話 就會非常非常的出 對方只要出巨型投資機 火炮一出來也是輕鬆瞭解 而且這邊砲犬已經是必點了 所以火炮應該是不會難採 好這邊騎士繞進來 想要做騷擾 但這邊都蓋了一個城堡 哇這邊直接起了很多 城門要來擋這邊 蓋城堡的村民 哇這個是細節喔 這個城門該蓋的還是要蓋 好那這邊守住了之後 右邊這裡要再進攻一次嗎 到處都有兵欸 哇來來挖野石了 好這邊拉了一些村民到外面 想要... 好野精野石 那確實只有找到 找到一塊野石 那這邊有繞了四隻奴兵 來想要殺這邊挖黃金的村民 那這個應該是用SHIFT插旗的方式喔 會不會走太深 欸沒有剛剛好 停下來了 nice 那這邊四隻奴兵 可以殺到蠻多村民的喔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四村 好五村 九村 九村 七村 八村 呼呼呼 好多人發現了 九村 十村 十一 十二 呵呵 呵呵 那四隻奴兵已經是MVP等級了 發個軍接給他吧 直接給他個上校等級 好 敏戀這邊蓋出更多城堡來守這塊獅頭 那這邊是雙堡初級 雙堡的好處就是劇情投擲機可以產的很快 就會比較好進攻 那這邊呢 母兵在這邊 在這邊來守這個劇情投擲機 我們可以做燒了 那就看一下這邊要不要等出火炮 那化學一好的話 那就很猛了 誒 化學已經好了 化學好了 那要不要造一組火炮呢 誒 火炮真的耐生產誒 果然喔 會玩的玩家就是這樣子 製造的東西又會非常快 都已經知道他下一步要幹嘛了 OK 火炮一出來之後 那這個劇情投擲機就很危險了 他是緬甸這邊 也有火炮 但是就要看他要不要點化學 畢竟他不是走 一講完就點 高頓玩家都是這樣走 思維而思路差不多的 點下去的話 出火炮 來 手下這個劇情投擲機也是比較好 不然這個騎兵一上去拷 很虧啊 好 騎兵這邊來抓到這邊 挖石頭的村民 殺了蠻多的 可以 但是度量應該是沒什麼差了 好 那這邊義大利 選擇爆一些肉馬 進來過燒了 好 這邊上來硬砍 這個劇情投擲機應該是砍不太掉喔 有點硬 有兵在修 沒機會 OK 三台劇情投擲機出來 那這個城堡凶多吉少 而且沒有防禦喔 這個城堡沒有升級防禦的 這應該是有點困難喔 這也是不是有洞啊 欸 有洞欸 tory shit 好 兵已經放出來 但是這義大利已經斷死了 不能再修城堡 右邊這個城堡 三台劇情投擲機能不能投掉 剛才是高地堡 目前是巨頭的滴滴打高地 大概是有個減免效果在的 但是三台巨頭一切能搞定 OK 巨頭要投掉 再來兩發 一發兩發 完美 收掉了這個高地堡 好 那目前免電架裡 由於大量被義大利BBQ肉馬的關係 所以這邊騎兵需要回救 前線的騎兵幾乎是沒有的一個狀況 上面只剩下少量的騎兵 再做一個等待進攻的時機 哇 義大利這邊轉出了大肉馬 匈牙利騎兵都升級好了 血量95滴 非常非常耐打 這邊來拆這個投擲機 也算是效果蠻好的 血量夠多 能輸出時間都長 但是這邊能守住這座城堡嗎 石頭量只剩116個人在修這個堡 而且這邊巨型投擲機有四台 但是有一台沒有在輸出 只有三台在打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 哇 這個巨型投擲機為什麼只收生意滴血 尷尬 好 出來的肉馬再上去繼續尻 再敲再敲再敲 好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修復快了 四台巨型投擲機應該可以穩穩收掉 但是這邊大量騎兵搶怪救 但是沒有班人傻 因為這邊任賴盧有30隻 過去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蒸發狀況 要來決戰了嗎 應該是沒有 OK 哇靠這緬甸大虧啊 掉兩座城堡巨型投擲機還掉四台 沒了 現在騎兵也打不贏這個熱納雅奴兵 怎麼辦 要來決戰了吧 要看一下這邊血量 哇 騎發直接射死一隻 再來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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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很快 哇 一發一個 這邊邊走邊退邊走邊退 好 肉馬再補過來 再來防守 來一個高低打滴滴 哇 這個騎兵死傷慘重啊 每射一下這個血量就往下掉一大格啊 哇 直接屌吃 好 這次打吃了繼續 哇 這就是熱納雅 攻兵的威利亞 奴兵喔 不是攻兵 好猛啊 真的覺得意大利 康特馬國實在是太康了 完全康特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我們稍微研究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 那緬甸的話 因為他一級木直接送了 所以這個必不會看到他的木頭升級 那他這邊好像連二級鐵沒有點 明明是打肉馬 二級點卻沒有鐵 有點小傷 那醜對策的部分的話 到了蠻後面也才點了 到三級就才點下了這個輪軸技術 所以導致他的經濟有點起不太來 好 那這邊意大利的話 經濟來說木頭是贏的 那食物也只是小輸一點點而已喔 明明是打工兵 卻食物小輸一千而已 那黃金部分 緬甸來說挖的比較多 但是 嗯 經濟上還是有點落差的 但是這邊意大利手推測也是下的比較晚 到了快要 嗯 三十幾分才點 兩邊經濟來說都是一個小虧小虧喔 但意大利來說還是好一點 因為他輪走了 按的確實比較早 好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好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